李宗人回忆录 李宗人口述 唐德纲撰写 第四边 统一广西 第十三章 孙晨诗和与自治军成立的经过 一 我在南宁见过了陈炯明 住了十来天后 转回北刘园房 在南宁时 我以卫文岳军内部发生局雨 两岳正局又有山雨欲来之事 当时因消息不灵 不知其事本末 事隔多年 我才知道 其基本原因在于孙 陈诗和 中山先生 是民国十年四月 在广州 由非常国会 选为大总统 而陈炯明 则经中山一再提拔 而认为粤军总司令 他二人如不能合作 则两岳正局 必然会起极大的纷争 原来粤军入贵打倒了路 谈 陈炯明 彻底消灭贵军残部 乃速江西上 筑节南宁 志在从事改革两广政治 然后缓途发展 原意未可厚非 但中山统一两广之后 侍逢职 奉酝酿大战 奉张向中山求援 以夹击职军 中山一认为 北方军阀中 势力最大最强横的是 曹坤与吴佩福 秦贼先秦王 要铲除军阀 必先从直系下手 奉系既来通款取 则暂时与之合作 亦为革命党政略上 应有的措施 中山乃决定乘积北伐 即在桂林组织大本营 意图甲到湖南北上 而窥长江 这时 中山除原有的粤军许崇志 李福林索部之外 游散各地前护国 护法各军 如朱培德索部的滇军 彭承万索部的干军 和古正伦索部的前军 也纷纷入贵副役 声势颇大 民国十一年春 一部分北伐军 且已进入湖南边境 然此时 一则因孙 臣的主张 相左一胜 臣是不但不支援北伐 并百计阻挠其实现 二则因湖南省长赵恒替 未巩固堤盘迹 不愿卷入南北政争的漩涡 吉连省自治之名 发动民意机关 欲请中山体念 湘省历年兵险之苦 万物假到湖南 以苏民困 中山建内受陈炯明的质肘 外受赵恒替的阻挠 乃于民国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在桂林大本营开会 绝技变更计划 调在桂林亲信 各不回阅 四月十六日 中山师赐吴州 殿照陈氏 致无会晤 陈不敢应照 一面吉殿坐镇南宁的前敌总指挥 叶举班师回阅 一面承请辞去本兼克职 作为消极的抵制 四月十九日 中山班令准陈氏辞去广东省长 继阅军总司令的兼职 陈氏本人 却退往惠州 中山建陈飞大患 即按照原定计划 取到韶关 入干北伐 出师未竭 在后方的陈炯明 忽令不将夜举 率师回省 中山闻讯 仓促赶回广州坐镇 六月十五日 终于发生叛军炮轰总统府情势 中山因此离岳 岳氏 遂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 孙 陈诗和 以及国民党的内讧 实施两广政局转变的一大关键 然孙 陈诗和的主因 十系两人政见的不同 非纯然为义气之争 中山先生 自始至革命之时 即以全国为对象 不愿四处于异于 以顾中山立主北伐的动机 原系孤注一掷 胜负输位可避 但是把握时机 不计个人成败 原为革命家的本分 嘉义先生气魄雄伟 敢作敢为 由非常人所能及 故不辞冒险 欺达目的 至于陈炯明 其平生抱负 认识作风 楚人态度 都恰恰和中山相反 陈炯明自始就没有问鼎中原的大志 嘉义其实连省自治之说 正风靡一时 陈氏极其不取 均心向往之 他们认为 中山的北伐 绝无成功的希望 与其以两月的精华 做孤注一掷 倒不如切实整顿两广 带羽毛丰满 再向及北进 其所见 亦未始非稳健之策 所以他叛变之后 北方的知识分子 如胡适之等 竟公然同情陈氏 甚至有说 陈炯明叛变为革命的 然陈氏最大的错误 在于其为人有欠 光明磊落 他身为革命党员 受中山的后托 揽军政大权于一身 如以中山北伐计划为不可行 大可铠切陈词 历变此计划的非计 如中山不纳 也大可截身隐退 以见一己的坦诚无私 做一个革命党人 原因以国家民族为重 不能盲从领袖 而陈炯明 既不敢公开 提出自己的主张 对中山的计划 又口是而心非 到了最后关头 禁止唆使不举叛变 不论公益私交 陈氏都不应出此下策 沦为叛逆 实不可恕 我由南宁回到北流不久 住在玉林的湖汉清部 于民国十年十二月十日 撤往高州 我不遂接防玉林 到一年四月下旬 岳军向广东仓促撤退 玉林地储岳 家交通中书 陈炯明电条我住房贵县 将玉林武署 移交陈炯光街坊 以预防我乘积 西齐后 四后 我曾赴郊外迎接陈炯光 陈氏随他的大队人马 向北流而去 并未入城停留 只和我应酬了三言两语 说 罗通领即将到玉林驻扎 主我稍候 以便接洽 我因孔月军势众围剿 我不枪险 故特令部队避开大道 从小路先行开拔 我自己则带了特务营一连 等候罗通领到来 既而自私 既已和陈炯光见了面 何必再敷衍罗通领呢 遂不再等他 即刻上岛 不要走了才十余礼路 忽悠月军军官两人 帅士兵十余人跟踪赶来 说 罗通领有事 须和我商量 请我折回玉林 我说 已和陈司令街头过了 现须赶路 无暇和罗通领见面了 两军官苦苦要求 无奈我意志很为坚决 他们只得调转头回去了 悬疑途中 北当地人民报告说 我的部队曾在离新夜县城二十余礼某爱口两侧射服 袭击越军 罗通领亲率关左三数人殿后 坐了轿子 杂鱼队伍行列中 缓缓向东行进 毫无防备 咒遭袭击 手足无措 一气轿子 落荒而走 我军掳获谢但资重不少 我到新夜县城后 查明确有此事 细于坐博银长所为 他料 我在御林不会逗留多久 呼出此一举 而呼陷我欲不测 罗氏初被袭击时 以为是土匪或民团 企图截取枪械和财物 但玄机觉得 土匪和民团 不会有如此沉着的 作战经验 和强烈的火力 乃怀疑是我军有计划的行动 所以派员追来 要我折回御林 问个明白 幸好我认为他们 既班是回阅 已无再和他们周旋的必要 不肯折回御林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事后思之 此一基运 关系我个人的安危 实在不小啊 我在行径中 在新叶县城 和乔维住宿了两宵 第三日到达桂县 不料 桂县刚发生了一桩不幸事件 当中山放弃桂陵 班师回阅时 特派广西第一师师长刘振环 为广西善后督办 筑捷南宁 省长马军武 见两越政局突然发生变化 龙州 百色 左右两江地区 以及南宁附近各县 因越军撤退 散军土匪 遂蜂拥而起 省会竟呈现风声鹤唳的状况 乃绝机率省府一部分重要职员 和卫队一营 分成轮船数艘 迁往吴州办公 当他们到达桂县时 正值春夏之交 水小河浅 轮船不能夜航 遂在县城下游约一里的 罗伯湾对岸停泊过夜 是我军第一支队司令李施渝 率领于作伯 及陆超各亿营先马省长 一日抵达桂县 于营长以警戒为名 于午夜派兵 前置博船地附近 鸣枪呼喊脚械 一时枪声大作 马士等塑在船上 无处躲避 马士身边随时的爱妾 深恐马士受伤 乃赴于马士身上一座掩护 不幸竟被子弹射中 要害身死 马士的卫队营足被缴械 一日 我于图刺文报 连忙赶到贵县 吉父船上向马省长慰问道歉 马士大发雷霆 说如要缴械 只消说一声 便可垂手而得 何须开火 以致酿成惨案呢 我出此场合 一场尬干 只有自称约束不取不言 只发生此不幸事件 连生陪不审 只此混乱时期 马士一身之 我不再跪险 对于不时不宜约束 事已如此 福福何言 乃愤然命令开船下使 行邸无舟 跳立此省长之职 由省府财政厅长 杨苑公赞代 广西由此而入无政府状态 于是 散军 土匪 恶霸 更无忌惮 一时全身顶沸 形成前所未有的混乱状态 二 我军在桂县驻扎不及半月 御林无数的岳军 早已悉数退出 地方官吏 即人民团体纷纷来电 请我回师坐镇御林无数 以维持地方安宁 我军驻该区日久 较之岳军军纪严明 军民感情融洽 今日既然地方无主 官民一致 请我回师住房 我也觉得义不容辞 于是 除留一部分队伍 在桂县维持治安外 其他的 即于十一年五月上旬 开回御林无数 这时 广西全省骚然 治安疏不易维持 本军枪支不足一千 只得勉力为支 玄荣县 亦请我派兵入房 一共七个县份 我四处张贴布告 延伸军纪 并禁止外线散军 窜入我房地的范围 在全省干戈扰攘之际 我一面整军金武 一面休明地方立志 使人民能安居乐业 成为当时广西 仅有的一片干净土 熟悠此集我日后披荆斩棘 薛平群雄 统一广西 参与北伐 是八贵子弟 足迹远达山海关的起点 就在我军反驻御林期间 广西已成无政府状态 刘振环虽有人 枪七八千 人敢事孤 全军位 塑于南宁附近 不敢远离 各地军政体系 遂无形瓦解 前路 潭流散部署有二 三万人 其中有经越军收编 现已与越军脱离关系的 也有在路 潭败后 暂时隐秘 而制图归附的 他们遍布广西全境 各不相逐 人枪较多的 自封为自治军总司令 或师长 旅长 人枪较少的 则自称为司令 帮统 营长部等 各是本身势力而定 割据一方 派县长 设关卡 征钱梁 各行其事 那时势力较大的 首推刘日福 陆云高 陆福祥 蒙人前 林俊廷 陈天泰 张春儒 梁花堂诸人 刘口服务员为贵军速将 岳军克南宁后 刘帅部三 四千人 退入云贵边界的摆设 和岳军相持 岳军退后 刘收事残部 自称 广西自治军第一路总司令 次为陆云高 他员为陆荣亭所部 广西陆军第一师 第一吕旅长 第一师师长 为陆荣亭的长子陆玉光 故该部装备极为精良 为陆氏部队中的精华所在 岳军占领其中 陆云高部 驻于冰阳 上陵 多安一带 只是 陆也自称 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 另一支有力部队 则为陆福祥 自称广西陆军第一 独立旅旅长 有人枪三千 驻于五名 纳玛一带 岳军退后 集图归赴南宁的 就是该旅 等而下之 则有蒙人前 有人枪二千余 自称边防军司令 住在龙山 新城附近 在桂林 则有赌徒梁华堂 一纠中二千余 自称桂林自治军总司令 驻于龙州 近西 边关一带的 则有李绍英 有人枪二千 自称龙州边防司令 柳江方面 龙县有何忠权 来宾有为赵荣 武轩有陈天太 贵平有刘权忠 平南有张春儒 各有两三千人不等 谭浩明之地 浩成 浩清 也各有人枪千余 这些自封的将军们 大半戏行武出身 其中地位较高的 为林俊廷 曾任镇首使 为此时 仅有人枪千余 住于乾贵边区 总之 这时群雄风起 各自称霸称王 互不相助 远交进攻 以大吞啸 闹得一团乌烟瘴气 这时广东孙 陈之间已成水火 无暇顾及广西 而刘日福自称 广西自治军 第一路总司令的通电 已经到来 刘日福 陆云高 陆浮央 郑进军南宁 企图驱逐反骨仔 刘正环 其他各处 也都各自独立 我们和陈炯明的关系 也无形中断 于是 我部下的官长和武鼠身伤奶 一致建议 我取消越贵边防军第三路的番号 改称广西自治军第二路 我就在武鼠身伤 和本军袍泽一致拥戴之下 于五月下旬 通电就职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 我们成立自治军的用意 是多少有些排外性的 因此次越军援贵 极尽焚略的能事 其原因则是 贵人治月甚久 月人颇感不平 一旦有了机会 即大事报复 例如 月军未帮平所部在平南时 曾因细故烧毁村落数十之多 惨不忍闻 又如月军 再贵烂发钞票 强迫商民十足通用 这种钞票 现用于广西境内 一旦月军离境 即成废纸 故此次月军入贵后 贵人对一切客军都深恶痛绝 一闻月军离贵消息 即纷纷成立自治军 自治也者 免为他人所致之未也 而无数人士之所以拥戴我为自治第二路 更有不受其他自治军控制之意 存乎其间 5月22日 南宁刘正环部期 八千人为当地自治军击溃 逃入广东清 连一带 省会遂入贵军的掌握 此时 在南宁的各自治军首领 颇掘有重设省政府 统一广西军政的必要 6月初 刘日福 陆福祥 陆云高 和蒙人前乃连殿 约我去南宁商讨 贵局善后事宜 我当然一不容辞 应邀前往开会 这是我初次和他们会面 他们四人都是五十开外的老年人 除蒙人前戏秀才出生外 其他三人仅略识之无 多我则是不足三十岁 受过完备的教育的青年 和他们在一起 显得十分不调和 至于他们的所谓开会 也是不成其为会的 大家约好了每日开会一次 便在原来的都军署的会客室内谈起来 既无主席 也无记录 做得不耐烦了 就爬到桌子上去 说起话来 也非常粗鄙 饿了 便招呼秦武兵 去买几大碗米粉来 在会客室内围桌大脚 实不成体统 他们四人之中 以刘日福最为老实 揪揪武夫 毫无心计 陆福样则豪爽痛快 虽十字不多 却是吉成谱的好人 因此我们所谓开会 实在都是陆云高和蒙人前的主意 他们两人是极狡猾而有野心的人物 最后 他们搬出两颗用黄段包裹的大印 一为广西省长的印 另一为财政厅长的印 蒙氏发言说 现在广西无主 理应有一位宗理全省政务的省长 一位管理税收的财政厅长 和一位统帅全省自治军的总司令 我们正在讨论省长人选时 蒙人前忽然站起来 把省长大印抢了过去 说 我是秀才出身 省长应该由我来做 蒙说完之后 陆云高也手忙脚乱地站起来 把财政厅长的大印抱了过去 说 财政厅长由我来当吧 蒙人前问我道 德林先生 有什么意见吗 我说 凡是诸位的决定 我一概无成见 他们在问陆福祥 陆说 我管他娘什么省长 什么财政厅长 老子没有了想 只知道像财政厅长要想啊 刘日福是老实人 没说什么不平的话 陆福祥说 刘的房地好 有黑货 鸦片 经过 军饷不成问题 他们又主张 联名派一电报给林俊廷 推代他为全省自治军总司令 因林氏曾任镇首使 地位较高 所以请他来当此职 林氏当时必居在乾贵边境 久未回殿 所以 总司令一职也就算了 林俊廷也是一有趣人物 他虽官制镇首使 却一字不识 一次 他责骂他的秘书们 为什么有客来访 而不报告他知道 只留下一张名片 随从的秘书解释道 这原是你老人家自己的名片 林又骂道 何人敢把我的名片倒放在桌子上 好大胆啊 我在南宁住了一星期 便回到御林房次 蒙人前虽然做了省长 仍旧号令不出锅门 陆云高的财政厅长 也只能在南宁一带收收税罢了 这时既然全省骚然 军政无主 我回御林后 也只有近一己免礼 在可能范围之内 使房区内的人民安居乐业 三 我身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 驻房于御林等七县之内 无形中成为这七县之内唯一的军政首长 因而对辖区内军政民政的处理也亦不容辞 为承担此项意外的职务 我只好将自治军总司令部扩大组织 军政之外监管民政 总司令之下 涉秘书处长一人 特自南宁请来黄忠岳军担任 黄军前清秀才出身 为人廉洁而干练 路 谈主政时 曾在民厅及财厅任科长 也曾任县长 颇有正声 承他日夜辛劳 多方宽我不歹 深庆辅役得人 黄军后来 曾任广西财政厅长很久 大陆一守后 寄居香港 平病交加 民国四十一年逝世时 禁止官谷无证 追思共事三十余年 劳粹过人 倦戒自首之情 咒文长室 实不胜其七策耳 至于本军参谋长 则由黄旭出军担任 黄军老成恋达 与我有同窗之雅 并曾入陆军大学深造 谨小胜微 应对如流 全军赖其辅导 上下归心 四后我军 尽能看平八贵 问鼎中原 取早年主持荣木 为本军打下良好基础之功 实不可没 黄军其后主持广西省政达十九年 则被丧子 亦非兴致 秘书处长之外 并设民政 教育 财政各科 分掌辖区内各项行政事务 勿使各项政务照旧施行 不应战乱 而稍受影响 然军政大权的决策 军操之于我一人 职责极其繁重 我那时虽尚不足三十岁 所幸我生平 志势谨慎 自奉甚俭 一切为当地人民 和本军上下官兵的福利着想 所以颇为各县 军民拥戴 当地身伤各界 都称赞我 为人少年老成 而诚心服从我的领导 本军官兵 因我大功无私 赏伐言明 所以生活虽苦 义无怨言 并且上下协力 颇有朝气蓬勃的现象 我军上下的生活相当艰苦 全军仅有伙食费可发 别无心想 士兵每人每日 领伙食费 小羊二脚 官长不分阶级 每员每日四脚 此外 各级官长是官阶的高低着发 工费若干 为数也极有限 但是因为 我对财政绝对公开 收支情形 不特全军上下 乃至各界人士 聚可一览无余 是以军民能合作 全军上下 又能一得一心 为旧乡旧国而奋斗 不过这是两广军队 巨上不能全托旧军击席 按新时代的军人生活 和各种训练的要求来看 都不够水准 我军自意不能例外 为增强战斗力和整齿军技 我在御林办了一所御林干部教练所 调本军行武出身的下级军官 前往受训 并招收一些中学毕业的 有志青年 前来入学 毕业后充任下级军官 另外并附设教导大队 调本军班长 及临选足以冲任班长的上等兵前来受训 以充实本军的基层干部 这种训练极为有效 其后 我们第七军的战斗力 多得利于这时训练出来的下级干部 因为我们作风新颖 风声锁波 各方有志青年及部队来归 如水之旧下 御林顿时成为广有革新运动的中心 我在治军之外 还要监管七县的民政 财政 省政府的政令 寄不出锅门 县长的委任 均由我做主临选 在越军出退之时 所有前省长马军武所委县长院 继续服务的 都与留任 但他们都戏越人 原为越军各部 向马省长所推荐的 越军退后 他们也无心久留 逐一辞职反越 在七县县长出缺时 最初我决定实行地方自治 民选县长 但是出行之时 极深感此路不通 音乡中有滋望的人士 对政治都抱消极态度 不愿担任县政 一旦选出 都历此不就 即使勉强担任 也失为素餐而已 但求无过 不求有功 其他二三流的当选者 则又勿忘不服 男人兼具 这种现象的发生 其理由也很简单 因服务丧子 原非易事 生于私 长于私 人事关系牵连太多 容易招怨 尤其是 指此动乱时期 盗匪如毛 其是县长 又并管司法 亦有道案 如英雄不办 则有违攻令 如暗律行事 则公事化为丝绸 顾虑犹多 在此仙人不愿为 坏人不能为的情况下 使我处理各县宪政 疏感棘手 最后 我想出一名选 县长护掉的办法 即将假县所选的县长 调往以县任职 这样一来 行政效率大为增强 应当选者认识远方 无人事牵制 欲是能秉公处理 由此一番周折后 我才领悟到 离乡五百里之内 不得为官的骨质 使有其特殊意义存在的 我对于七县财政税收的处理 以不加捐增税为原则 使当地人民 除额定付税外 别无其他负担 我所辖六县 贵县悬一郊陆云高治理 故不计在内 得税收 每年约有 正额前两时期 八万元 其他各项杂税 如筒税 盐税 屠宰税 烟酒税等 合计也在二十五万元上下 后应收支不能平衡 乃令征所谓防务经费 即赌捐 两月人事事赌成封 官方预警于征 抽取巨额防务经费 以相言成习 陈九明返月时曾禁赌 然为己及解禁 御灵赌进 原为胡汉清所取消 遂未复进 其他各县 后来也恢复旧制 六县每年可抽赌 捐约二十余万元 已过防区之内 每年税收总额 约在七 八十万元左右 军政机关 尊杰开支 尚可维持 这七县经过了一番整顿 贪污绝少 土匪敛迹 献出一片生平气象 以至于广西 其他各地土匪如毛 贪官污吏 及不法军队 鱼肉人民的情形相对照 这七县 算是一块乐土 广西各县 乃至广东边区 避乱人士 都纷纷牵来记住